99%的父母都不知道 用这四种方式养大的孩子将来才会有出息 当父母的 有孩子的 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双击收藏下来 反复看一百遍 牢记第四点 你的孩子将来就是人中龙凤 第一 千万不要宠孩子 一定要学会使唤孩子 宠大的孩子就是一个宠物 用大的孩子才是一个人物 从孩子学会走路开始 就让孩子学会丢个垃圾 递个拖鞋 递个东西 孩子是越用越有担当 越用越有能力 凡是孩子自己能干的事 父母千万别插手 家里无论大小的事 都要让孩子多参与 因为家长做的越多 孩子就会成长的越慢 孩子干的越多 将来会学会独立思考 才能成长的越快 第二 不要在孩子面前说爱人的坏话 生活当中 无论你和爱人吵架也好 争论也罢 都要时刻牢记 在你孩子面前说对方的好话 多在孩子面前塑造你的另一半 而不是互相的拆台 千万不要在你的孩子面前 今天说你老公的坏话 明天又说你媳妇的坏话 只有你在孩子面前 更好地塑造另一半 孩子才能对父母 双方都有敬重之心 孩子一定要把父母当成榜样 没有榜样的孩子 未来是没有目标的人 孩子一定要把母亲 当作心灵的港湾 没有心灵寄托的人 长大了会非常的内向 会受人欺负 要多给一些 跟孩子沟通的时间 多给一些 给孩子相处的时间 在孩子犯错的时候 不要一边爸爸在教育 一边妈妈又在拦着 又在护着 这样就是在放纵孩子 小错不严管大错在后头 第三 当母亲的不要在眼里 只有孩子 在你家里面 你更要记住 你老公比你孩子更重要 不要让你的孩子感觉 他才是宇宙的中心 一个有智慧的女人 一定要把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放在第一位 把亲子关系放在第二位 很多女人傻呀 在有了孩子之后 就彻底的搞反了 天天围着孩子转 完全忽视了你老公的存在 完全冷落了 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亲密关系 从而导致这个家庭积极可危 婚姻问题 日据严重 所以记住 有你老公 才有你的孩子 贤妻良母 贤妻良母 先是贤妻 后是良母 第四点非常重要 一定要牢记 养孩子 一定要穷养 无论男女 千万不要在物质上 对孩子过度的满足 有些家长小时候 受了很多苦 现在呢 赚了点钱 生怕自己的孩子 像自己小时候一样那么受苦 于是啊 孩子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 要什么都能满足 甚至有些时候还没等孩子张嘴 就提前给孩子准备好了 孩子得到的物质太容易 就会形成一种翻来张口的习惯 长大以后 逐渐丧失赚钱的兴趣和赚钱的能力 更加不会懂得什么叫珍惜 什么叫来之不易 所以不就是逆子如沙子 当父母的一定要教会孩子 将来更好的生活 是靠你自己的双手 是靠你的真本事 自己去创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